現在看練習09 這題又更怪了 更怪了 中間還多一個電阻 怎麼辦 遇到這種感覺很奇怪的時候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用 就是把它寫上數字 我們這個電池是用來給電壓的 然後呢 負極的低電壓 我們寫作0 正極呢 對不起 負極低電位 好我們寫作0 然後呢 正極高電位 我們就寫12伏特 所以這裡12伏特 我們都假設導線沒有電阻 所以這裡就12伏特 這裡就是0 然後題目上說 ABX5伏特 那這裡如果X5伏特 那這裡應該多少 那麼這邊應該又要X多少 然後這裡應該是多少 這裡應該多少 A珠4伏特 那這裡應該多少 然後這邊又會X多少 然後誰告訴你就會做出來了 這是一個我們在有一些圖形上畫起來怪怪的 好像不是平常會看得出來的 好像不是平常會看得出來的 有點奇怪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定好它的數字 電池低電位 負極低電位寫作0 正極高電位 所以他說12伏特 所以這裡12伏特 導線沒有電阻 所以這裡就12 這個C就是0 然後跟他的要求去把數字往裡面帶 幫幫幫幫幫幫 答案就會出來了 答案就會出來了 我暗示明示你怎麼做了 我已經明示你可以怎麼做了 這也是一種遇到那種圖形怪怪的時候 的一種解法 一種解法 好那請問你 BC多少 BC是多少 7 帥哥呢21 21 21 7 7 有人跟你報7 就叫做 剛剛跟你講了嘛 這邊是0 這裡是12 這裡是12 然後他說 AB之間 AB之間差多少 AB之間差5 那這裡 12前5多少 7 7跟0之間差多少 7跟0之間就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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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或者你想說 我的AB加BC就是AC嘛 串聯啊 所以AB加BC就是AC嘛 AC就12伏嘛 所以就這樣做 5加上BC就12 所以B就7伏特 OK解決了 那同理可證下一題 同理可證下一題 豬C呢 同理可證下一題 豬C多少 7 7 7號 到 B 請坐下 B 一個叫做A豬加豬C會等於AC 所以12 所以12就是A豬 加上豬 就是這個劣勢的方法 答案叫做B 剛才叫做方法 這裡是0 這裡是12 所以這沒有 導線沒有電阻 所以這裡是0 這裡是12 然後A豬呢 是4 所以12-4 這裡就是8 8跟0之間就相差8 也可以 就解決掉了 好 這些都解決完之後 就解決下一題 那B跟豬誰的電位高 誰的電位低 在高中以上 這裡就會問那個電流是B 流到豬還是豬流到A 豬流到B 因為你知道誰的電位高 就知道電流怎麼流 好 但是我們國中暫時不會這樣出 然後高中的時候還會教一些神奇的解法 XX定律去解 我們也不這樣做 我們就這樣子 簡單的畫一畫就出來了 OK 請問你B跟豬誰高誰低 然後要找可愛大帥哥是嗎 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小小小大人 33 誰高 B高 B高 請坐下 2還是4 2還是4 4 請坐 豬 好 豬點的 B點比豬呢 電位低 低多少低一伏特 我剛剛沒有問你幾伏特 好 剛剛講過了 這裡是12 這裡是0 AB之間差多少 X5所以這裡是7 A這邊差4 所以這裡是8 這裡是8 這裡是7 誰高 8 豬比較高 高多少 高一伏特 高一伏特就解決了 就是我們講過 如果一些怪怪的題目的圖畫的感覺 你覺得怪怪的 好像不容易直接看的時候 剛才講的方法也是個方法 幫助你如何可以解題 這又是我們的練習09 可以 有人有問題嗎 吧 吧